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两轮车既具备了四轮汽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而又保持了两轮车的一个轻便性 产品上市以后就惊艳一片 这个看上去很高科技的一个电动车 最早其实只是其缔造着Kim的一个纯手工的一个作品 从设计之初到最后成型 一共才花了75万美元 最开始Kim有启动生产的想法的时候 就有人愿意投资 但是估值很低 对方只愿意出150万美元给到创始人开发产品 但是要占有较大的股份 经过考虑啊 Kim决定先用自有资金开发产品 以后再以较高的估价进行融资 于是第一个怎么样的提问就自然出现了 我们怎么样利用自有资金先把概念落地呢 他们决定先制作一个产品原型 让大家明白这个车的一个独特的理念 第二个怎么样的提问就是 怎么样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呢 他们的办法是 用手工制作金属板材冲压磨剂 这样就可以大幅降低制造成本 第三个提问是 怎么样可以事先知道市场需求呢 有人愿意买吗 工程师啊 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产品的开发技术风险容易掌控 而市场接收度却很难预测 这也是新产品上市的一个常见的问题 于是他们及时广益 通过创新破级质问的第二问 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如果用最低成本 先做一个模型车 但用户可以感知到车的实际效果 会怎么样呢 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简易的手工的展示厅 做了一个和真车一样尺寸的一个模型车 为了让用户体验到产品理念 他们首先制作了一个模拟真实车子 在路上开的一个90秒的一个视频 然后他们把视频上传到覆盖目标用户的一个网站上 如果有人感兴趣 就可以到手工的展示厅实地来体验 视频确实吸引了一些客户 到实际的展厅来看车 但是他们并没有购买的一个意想 这样就自然产生了下一个怎么样的提问 怎么实现产品的迭代 揭发更多的一个需求呢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思考呢 我来分享一个我在工作中常用的方法 叫转化率战败分析 简单来说 就是询问用户为什么不买 一百个人不买啊 不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理由 往往最主要的三个理由 就会导致50%的用户不购买 你要先找出前三个不买的重要理由 比如是质量不佳 款式设计不美观 价格贵等 然后聚焦在这三个问题折中缴决 这样的话就会很大程度来提升购买的转化率 Kim的团队同样用了这个方法 如果有人看到模型车并没有预定 他们就会问对方为什么不预定 他们发现排名第一的理由 竟然是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的 就是这一个车看起来不太美观 因为这一个车一个重要的使用对象 是客户的一个配偶 用户最终是否购买 配偶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Kim团队围绕这一个核心的用户通点 快速地改进了外观的设计 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批量生产以后 卖不出去的一个库存的风险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用怎么样好的提问 就会帮助我们把想法逐渐成型 并最终落实为行动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怎么样 可以加强执行力 那提问怎么样时 该做一些什么呢 下面我分享给你三个建议 建议一 不要一个人独自探索 多问问其他人会怎么做 你不能独自战斗 要借助集体的智慧 通过分享和交流 找到灵感 每个人都有盲区 真正的盲区不在于你知道不知道 而是在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我们需要通过他人的一个视角 突破各自的盲区 接受或给予他人建议 在这一课的文字版 可以看到这一张图 有四个象限 这里你可以用 其他人会怎么样的有力提问 这个其他人 可以是企业里的其他人 比如C问这样一个案例 除了创始人Kim考虑怎么做以外 结果技术部提出 可以先做一个产品原型出来 商产部提出 可以用手动制作金属板材 冲压模具 从而降低制造成本 而营销部提出了 可以先做一个视频 放在网站上 让用户看到一个效果 这个其他人 也包括客户 你要问客户会怎么看 你也可以问问 其他同行过去是怎么做的 甚至可以问跨行业的人 遇到类似问题 该怎么做 比如Zipos 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 网上卖鞋的企业 创业之初 两位创业者 是怎么聆听其他人的想法 准确地测试市场需求的呢 他们当时 找了一个免费的网页 把团队看中的鞋子 放上去 然后观察 美国哪一个城市 哪些用户 对哪些鞋子 最感兴趣 了解到市场的需求以后 才扩张 才增加团队的成员 并建设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网站 不久 为了扩大产品的种类 Zipos开始有了自己的库存 意外之处是 库存啊 使得顾客的订单 获得了及时的响应 顾客的积极的反馈 启迪了两位创业者的一个认知 顾客是在告诉我们 应该如何建立业务 他们同时又借鉴了 其他的网购公司 甚至是一些用户体验良好的 传统企业的一些方法 不久之后 就在本行业率先推出了 免费退换货的服务 结果用户数量急增 Zipos的创业故事告诉我们 主动问其他人 借用他人的经验和资源 要比自己独自攻克难题 要明知的多 那我给你的建议之二是 你要以最小的失败的成本 来获取最大的经验价值 真正的成功 都是从实际的失败中 感悟而来 虽说如此 我们也需要考虑成本的代价 我们要以最小的失败的成本 来获取最大的经验价值 你可以用最小化可信产品 NDP 这个概念来帮助你 那NDP呢 是指你用最小的利期 最短的开发时间 经历一次完整的产品的开发的循环 产品一开始不必完美 只要做到产品可行的 最低限度的功能就可以了 最终通过可信性的实验 带来新的认知以后 再重新迭代和完善产品的概念 这样做就可以大幅降低商业的一个风险 我刚开始在一号店负责业务的时候 团队并没有互联网经验 当时我们有一个文化叫三个失败 那就是不断失败 最小的成本失败和最快失败 这三个失败就是用NDP的方式去落地新想法 我们从不惧怕失败 关键是你要以最小的失败成本 获取最大的经验价值 那我给你的建议之三是 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 请你用HMW How might we 也就是中文是我们怎样才可能 这一个提问是最有效的 如果你提问时 在怎么样前面加上我们 后面加上可能就会更有效果 怎么样的提问是假定了解决方案的存在 而在怎么样后面加上可能 就意味着你将会有更好的反思 因为你提出的想法可能行 也可能不行 我们就代表着要把你我他各自的想法 变成团队一致的想法 这样更具有你距离 在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 这个提问将会最有效 比如刚才Letter Mortus C问的案例 我们怎么可能利用自由的资金 把概念落地这样一个提问 这个概念利用了自由资金可能落地 也可能落不了地 这种未知性会让他们选择一个最有的方案 最终他们决定先制作一个产品的原型 而不是大批量的生产 他们团队也达成了一致的想法 最后我小结一下今天这节课的要点 创新破局三问 为什么是激发洞察力 如果会怎么样是放飞想象力 而问怎么样是强化创新的执行力 关于提问怎么样时 做一些什么 我给了你三个建议 建议一 你要问问其他人会怎么样做 你不要一个人独自探索 这个其他人包括内部团队 客户 同行业 甚至可以问跨行业的人 遇到类似的问题会怎么样 建议二 问怎么样 不要空想 要通过实践找到真知 你可以用最小化可信产品 NDP这个概念 以最小的失败成本来获取最大的经验价值 从而帮助你大幅降低商业风险 提升新项目的一个成功率 那我给你的建议之三 是遇到挑战时 我们怎样才可能这个提问最有效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我们将开始最后一个提问场景练习 完善团队关系的学习 今天留给你的思考提示 你过去遇到怎么样问题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大部分是及时广义的方式 还是单打独斗呢 这两种方式 对最终的结果 会造成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互动 在评论区和我互动